張艾嘉和周漢寧合作拍攝 一部有關《危紅燈》的電影 張姐為何會接拍這部電影呢 應該說《危紅燈》是我們那個年代 是非常代表香港的一個景色 很難得見到一個導演 會將《危紅燈》的消失 和戲中的角色的心情 對自己丈夫的消失有一個比例 所以我覺得挺特別的 你當初接到這個劇本 看到有很多對手戲和張姐 自己是很興奮還是很大壓力 有壓力之餘也很興奮 跟一個很出色的演員合作 對我來說是… 你很害怕我不理會你嗎 其實有的 如果我們不太熟悉就很難做 其實我有這樣留意 其實我們第一天見面 我們弄光棍的時候 我沒甚麼理會你 但焦點在光棍上 我跟張姐不算太多交集 其實第一次有交集 應該是唯獨開始 一起唯獨的時候 你感覺上他也會應變 我想他在家裡已經 讀了幾次劇本 也讀了多少次 張姐之前和過 吳小新導演和演員合作 她是怎樣挑選拍檔的呢 很感恩,有這份天分 就是我會知道這個導演的長處在哪裡 或者我看一個演員 我很快就知道 這個演員是否天生是 會是好演員 我有這個感受 所以我會感受到 有些我一定要看劇本 漢寧,接下來自己有甚麼目標 其實目前主要是做演員 如果有機會 我真的想嘗試自己創作劇本 到時… 別忘了 過目下也… 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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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 看到他們這麼合拍 希望很快可以看到他們的作品